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老师推车 评价车又来了好不好 今天来到现场是2017年的Gran Dancer 1798cc 这一代车型比前一代长一点宽一点点而已 其他都一样底牌都一样 稍微这个材质做改变 调价做改变 变速箱换成这个新款的变速箱 那据说这个变速箱可以对应到2500cc的变速箱 所以它可以承受更大的扭力 就代表说这个变速箱应该这个寿命可以更长 为什么会介绍这台车 就是CP值 那今天来到现场是最阳春的等级 其实还有一个更阳春的 对不对 67万9的 但是我们这台是69万9的 往上呢 还有这个72万 74万 79万 好不好 因为配备不一样 气囊数最多有到6克 还有这个大萤幕 天窗等等的配备 iKey就往上加 这最阳春的车型呢 我觉得CP值是算蛮高的 虽然它没有什么配备 但是呢 一切都是刚刚好 就跟水饺一样 来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车头已经改成这个世代的囧质型的车头 然后我们再连雾针都没有 过阳春了吧 然后前面呢 大灯里面的这个镀铬 跟外面的镀铬互相回忆 整个车头亮晶晶的 205 60 16的旅圈 它一直到这个最顶级的最贵的 70 8万9的才有配到17寸的台皮跟旅圈 但是我觉得以这台车的动力我开起来 我觉得17寸的女线就太大了 那它现在16寸是稍微的比较舒适化一点点 它后灯这边有点内缩 我觉得它这边如果用一个压尾很漂亮 好不好 然后再来它灯是这样 这样会比较好看 不会 那这样呢 这样跟上一代太像了 跟上一代太像了 我不知道我觉得怪怪的啊 好啦 算了 好啦 那后面呢 下面有用这个假的通风网 下面的是真的通风网 这个年代就有点像CHR或是Type R一样 一层一层的 有没有 类似嘛 诶 宾妮法利娜工作室你敢嘴 不是 宾妮法利娜的宾妮法利娜 为什么呛一个工作室 我这搞不懂诶 就代表宾妮法利娜徒弟做的 对 就不是他本人 应该不是他做的嘛 如果是他做的就会呛了嘛 好 然后呢 遥控后车厢开起 这边没有任何的钥匙孔 没有钥匙孔 对啊 只能用这个 哦 还有前面的拉饼 那个叫什么 反光牌也是丢到那边划来划去的 底下也是最阳春的备胎 千斤顶跟千斤顶工具 因为我们这台是最阳春的 所以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配备 本板 这边是皮的 然后 诶 不错哦 这个烤漆的点缀 这个就是安全 安全的做法 这边呢 有调整 Makunia 调整大灯高低 资讯窗 防滑 然后呢 因为我们最阳春的 方向盘也没有任何的按钮 塑胶硬的 然后 出风口也是框 把它发动一下 诶 它一发开很屌诶 有一个那个 它先把水箱护道的囧字型亮起来 然后 中央的面板 是这个钢琴烤漆 再加银色烤漆 其实我觉得这样做就很安全嘛 该银色的银色 好 那虽然我们这阳春的 如果是配备好一点 这边会有按钮 只是我觉得它这个 排档头太粗了 不好握 我自己是觉得 这可以再细一点 好 六速的CVT 然后它这一代呢 它有车上这个橘色的线 包含椅子 我椅子的皮哦 蛮软的哦 它在这个地方做得非常的软 你用手按就按得出来 中间的这一块它都是用满卵子 虽然是塑胶皮 但是真的满卵 包覆性算是中等 它是旁边有通风打洞 有的是中间打洞 它是打在旁边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后座的空间 我觉得三菱已经很久了 它的车子都这样了 就是 你要说它很烂呢 也不会啊 你要说它很好呢 要用普通 哈哈哈哈 很奇怪 后座来 我坐靠着椅背 自己看哦 一个拳头 没有后座出风口 后面什么角都没有 很洋追很简背 这个很适合买回去开Uber 空间还OK 但那边你应该是退到最后面了 对不对 哦 它这边有一个这个 跟那个苏巴路一样 这个应该是这个 加强这个结构的 因为不错哦 这算是一个蛮认真的东西 那这一代 它的隔音啊 听说加强很多 包含挡火墙啊 底板啊 门板啊 轮拱啊 所有的隔音都有进化了 所以待会我们可以开一下 来试看看 是不是真的隔音进化很多 好啦 我们出发了吧 快速的拍完 帮大家介绍一台这个 平价又便宜 又好上手 又好入手 又好照顾的车子 走 Ultra Dash Z3 地表最强的Dual Lens 高岛沙发按摩椅 智能声控 动口不动手 好 走了 哦 我们今天开这台是最阳春的 699 好像少年 我跟你讲 三菱中华 有没有 卖车最厉害的一个就是 小的一包套 哈哈哈哈 你看那个 哎 不要看那Call Plus 有没有 都没有再改款 卖便宜一定有人买 对不对 你这样走一走 看到一个 哎 你想要去花个钱 对不对 看到那个女的 茶温有点高 然后跟你讲说800 哦 好 哈哈哈哈哈哈 类似那种感觉哈 便宜就好了 对便宜就好了 在台湾卖东西就是这样 便宜一定有人买 不用担心 可是你不要怀疑哦 你以为那个中华汽车啊 都一直在拉皮 这俗称的拉皮车 你知道吗 它整个内装啊 底盘啊 引擎啊 都是用前一代的那个 去拉皮 你以为它 这种车怎么会有人要买的 我跟你讲其实 卖的还不错 默默的卖的还不错 第一个是它便宜 而且啊 你一定以为说那个 排行榜啊 不是每个月 或是每 每季都有那个新车 销售排行榜啊 中华汽车一定都前几名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货车卖很好 哈哈哈 货车箱车卖很好 哦 那也算在中华 废话啊 那也是中华的啊 销售排行榜 它都前几名的 你以为它是靠什么在撑的 它是靠这个在撑的啊 它这个是什么 140匹马力嘛 就跟前一个 基本上前一代的差不多 17.9公斤米扭力嘛 其实这个从以前 有没有 以前最早的叫做Virage Lancer以后又LancerVirage 其实我真的对三菱 在台湾的啊 它们的那个取名字 我真的其实我搞不太懂 我到现在其实还是搞不太懂 你知道吗 它以前有出Lancer 对不对 然后又出一个1834的 啊1834cc吧 1834是后楼啊 反正就是出了1800多的啦 就叫做 LancerVirage 然后Lancer又一直改款出出出出 Golbo Lancer 有没有 然后又出到最后又有一个什么 你知道吗 Lancer Fortis 又有叫Lancer 我搞不太清楚 反正就是很多啊 以前那个时候Virage出来就号称 我记得它号称好像也是140 还是130几匹啊 忘记了 反正就是130几匹将近140 那时候 马力算蛮大的 所以那时候Virage出来啊 他们那个业务在卖车 因为它1800刚好超过嘛 超过那个CC数嘛 所以要付2000的最近 那在台湾那时候的风俗民情 对不对 一定很难卖 大家都觉得税金一年要多5000块嘛 所以他们要怎么卖你知道吗 就是你看才多几万块而已 马力多这么多匹 太划算了 你去外面改车 你要拿多少钱 才能换这个二十几匹马力 才会用这种方式去卖 好 我认真感受一下 我觉得首先 我觉得这一代的隔音 比上一代好非常多 最明显的在哪里你知道吗 挡火墙 你是不是觉得轮噪声比引擎声大多了 而且风切声其实还蛮小声的 连这个冷气出风口的声音 都比风切声大声 底盘也还不错 隔音也还不错 它这一代是这个 前麦花城后多连感 等下我们上单一下 多连感以外再加防晴感 运动化房车 可是我说实在 它这个油门加起来不像运动化房车 这样也就有S档吗 好像没有 会不会有人跟我说 那电脑里面调 应该没有吧 这应该没有吧 我记得是没有 我刚看是没有 原来研究过 我们这个是最阳春的配备啦 什么都没有 装安全气囊 ABS 防化也有了 这个是这个 不能算基本的 算阳春 什么都没有 构造又简单 我讲有人是这种流派的嘛 东西越简单越好 这个就是一个卖车的一个话术 它虽然只是拉皮而已 对不对 但它技术已经成熟了 你就不用当白老鼠嘛 新车出来是不是大家都白老鼠 对不对 我们这个 你不用当白老鼠 这个车子一定是稳定性 一定是棒的 那为什么今天要这个 介绍这台车是 我觉得二手车嘛 讲CP值 所谓CP值 就是我常在讲的 一台车开它不用考虑太多 甚至啊 我都不用花心思去研究每个按钮 很多新车啊 像那个BRZ 哥 修正一下嘛 BRZ那个超转灯可以调 还有第二个要修正的就是那个 好像它的那个 引擎的声音有音效 他们说什么喇叭放主 对 这个我也不知道 我也可以的 我们这里修正一下 反正我不用研究那么多东西嘛 这个喇叭一定没有音效的嘛 哈哈哈哈 没错吧 这个一定也没有超转灯 我也不用学习 跟车是下雨天会不会失效嘛 对不对 我都不用去担心这些东西哦 基本上就是 你买回来 跟租车一样你知道吗 发动加油按就可以走了 类似那种感觉 比较无脑式的 那四合这种有年纪的 我想人年纪越大越懒的 去研究那些东西 你现在很多新的车出口 我都跟阿代讲说 阿代你去研究一下 哈哈哈哈 就跟很多的爸爸 应该都会叫小朋友去研究一样 我觉得 研究完再加我 对你研究完再加我 我真的没有那个时间 跟没有那个脑力去研究 现在年纪人科技的东西 所以今天这个就是一个 很容易上手的一台车子哦 然后方向盘虚位 一定还是蛮大的 你看 哎呀呀呀呀 它这个方向器就是这样 整体开起来 我觉得 坑洞的抑制跟处理还蛮不错的 其实我觉得算是一台舒适的车子 而且它这个叫做什么 MDSS底盘是不是 它这个就前一代的底盘下去做修改啦 其实我觉得前一代的 1800的40就不算很会跑的车子 我觉得它加速就是温温的啊 你看我现在插点 对啊 就是这样问问的 加速一点都不快 CVT 我觉得是六速CVT 不过听说它这颗六速CVT的变速箱啊 其实是比上一代更进化 这个JACO CVT8这个变速箱啊 它设计以来本来是要对应 2000多cc以上的扭力的变速箱 其实它拿来把它装在这个1800 140匹 所以就会显得怎么样 应该可以比较耐用 你知道吗 它等于是降一级来用 所以它能承受的扭力应该是更大的 所以它耐用度应该是会提升 好看一下它如果 诶 干 好哦 这CVT啊 怎么办 那怎么想 为什么它比我想的还没力呢 它没力啊 它本来就没力啊 它前一代就差不多是这样了 没有了 我刚才也没有踩到底啊 就没有车啊 可是差不多就是这样啦 这个因为这种等级的车子 其实我觉得就是顺畅就好了 就跟那个HRV一样 你要要求什么 它就是一个房车啊 很一般很便宜的房车啊 我觉得还不错啦 就是整个拉皮的还可以啦 虽然上一代看起来比较傻 上一代那个水箱护照的确是有 烧到蛮多人去买 还有杀鱼头 对啊 这一代好像就没有那种运动化了 每一代的这个Lancer啊 其实都有运动化 诶 是不是EVO没出了啊 没有啦 对不对 是不是因为EVO没出了 所以它已经失去那个精神指标了 所以现在路上你也不会看到有人买这一代要改成EVO样式了嘛 对不对 我记得我哪一集还说过说 所以我觉得那个车子的精神指标是很重要的 对不对 AMG啊 Empower啊 Type R啊 STI啊 你要有个精神指标 Lancer要有个EVO那种精神指标 那这样买了 下面没那么多钱买那个车的人才有目标下去改成那个样子 这一代反而你不觉得路上就很少看得到改装的人 顶多是加个唯一吧 这也可能有一个原因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后面已经出太多车 有更高的马力 更高的科技 当你价钱差没有 在加一些价钱的状况之下 大家都会选别的车 你有更新的科技 更好的马力 更好的配备 那因为它一直在拉皮 所以呢 卖得没那么好 所以我觉得这个车子啊 大多你 你会买的车主 除了第一个你本身 就是很喜欢它的设计以外啊 第二个很多其实都是看价钱买的 我觉得是这样的 然后它底盘哦 我觉得真的是蛮稳定的 那过弯我觉得也不会有过分的侧气 运动化底盘 我相信有运动化底盘 但是我觉得没有运动化的马力 我速度稍微快一点 我们现在是下山 三小 三小 为什么 我刚才50几而已 为什么 这是轮胎的问题吧 OK 不错哦 轮胎太小了 可是它是很尴尬 因为它是16吋的嘛 它如果说这个 我记得最顶级的有配到17吋 但17吋我觉得又太多了 17吋就太重多了 它这个引擎的加速已经起步很算慢了 它如果再换到17吋 我真的觉得开起来会不好看 16吋算是比较刚好 那可能这个轮胎 要换好一点的轮胎吧 我觉得 接下来它这台车 我真的很期待说 这台40s接下来会怎么样 它已经拉皮拉到这样 难不成还要继续拉吗 会不会之后就没有这台车了 这个也是慢慢的走路历史 可惜了 EVO那时候还是有掀起一阵的劝锋 没想到我竟然可以这个 看到这台车慢慢的视为 其实还蛮感慨的 好啦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台车的市场上的行情 2017年的Gran Lancer 新车价是699的 我们以这个阳春的下去做标准 一般2017年我们在收购 应该会在30万到35万之间 卖出来应该是不会超过40万 30几万你就可以获得一台 5年内的Gran Lancer 然后为什么说它CP值很高 因为你同年份的其他 当时差不多新车价的车子 可能都要贵很多 没有喔 它当时应该也没有跟它 差不多新车价 除非韩国车吧 基本上以这个国产车来讲 应该没有什么车的价钱 可以比它更便宜的 同级车的话 我觉得这也合理嘛 反正一般来讲的话 这种米子比许中华汽车 本来原本就是设定都会是 价格实惠 为什么二手车这台车 反而比新车还要热门 你知道吗 因为其实我们以前都常常说 这个银行在贷款的时候 常常会参考一个书籍 叫做权威车讯 那权威车讯 它就不是任何一间车厂出的 那后来有出一本 叫做天书的参考书籍 天书应该就是这个汇丰汽车 他们自己出的 所以依照经验来说 我自己的感觉 我觉得它写30的车 见价会写比较高 所以它就变成了那个 全额带低头款神车 有些银行它会 可以用这个天书的见价 来做这个银行放款的标准 比如说几年的 什么车在书上面写多少 那银行就愿意借你多少钱 那如果说它写的高一些的话 你就可以借多一点 我自己经验看起来 如果用天书来做 再加上他们自己的贷款公司 惠丰自己也有贷款 它参考又参考天书 又带他们自己的车子 我跟你讲 赞赞嘎 二手车就会变得很好卖 因为很多都低自备款 低头款 甚至免头款都可以 其实从很久以前就是这样 很久以前的这个 三菱的车子 通常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来 降低你买二手车的一个头款 所以就造成说 其实有很多条件不是那么好的 自备款没有那么多的消费者 其实都会来买这个车子 这大概是它在二手车 销售还可以持续 还算热门的一个原因 那我这个车子其实卖的不算多 如果比起Toyota 比起Toyota的Artist 比起Focus 比起其他的同款车 其实这台车 我在公司卖的数量 其实还不算多 就偶尔久久会有一台 很多车都是这样 我记得我以前也拍过30的Core Plus 30我还拍过什么车 Hotlander 其实它的车子一直到后期 我觉得近十年来 都是处于一种不上不下的态度 就是你要说它配备很好 特别安全 特别省油 特别怎么样也没有 但是你又说它不省油也不会啊 12、19、16 高速19 市区12 然后平均16 其实你说它特别泡油也没有 然后你说它这个 跑得特别快 马力特别大也还好 那你要说它运动化也没有 说不运动化也不会 对不对 人家MD SSD 底盘 就是这个四轮独立 前卖蛙城后多连杆 我觉得开起来其实也还算尚可 所以它就处于这种不上不下 其实我应该每一次试到这个偶尔讲 没有特别的优点 然后唯一我觉得走到这个地步来 销售的末端 我真的觉得唯一的一点就是 稳定性应该是蛮高的 至少目前离我卖出去的状况 看起来就稳定性蛮高 而且你在网路上可以去查询 其实你也查询不太到有什么多大的痛病 常常遇到说什么车会漏水 什么车引擎会吃水 什么车怎么样 你很少听到Green Lancer有怎样 对啊 因为它已经是相对稳定成熟的一个车款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老师推车 就介绍到这边好不好 2017年Green Lancer 40万以内三十几万就买得到了 市场多找找 跟大家分享 喜欢我们影片记得订阅留言 开启小铃铛 所以讲拜拜 我上次要讲那个啊 美国不是在歧视黑人吗 你如果今天电影演出 白人拿枪杀黑人 是种族歧视 为什么黑人又变杀 好那反过来 如果今天演出是黑人杀了白人 然后变什么 妈的黑人都是罪犯就对了 那如果你演出是两个黑人 黑人杀黑人 那会怎样 妈的怎样 黑人现在是罪犯互相残杀 这样就对了 你是种族歧视 好没办法 好不要再讲了 我们现在白人杀白人可以了吧 等一下黑人不能演出就对了 哈哈哈哈哈哈 奥基方向盘 唯一有温度的改装品 Furodo 百年欧系刹车品牌 得您信赖 Ultra-Z3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ー 接着